老婆爬床上位却骂我是普姓男 甚至闺蜜一句男人都该死 她竟打掉了肚中的男孩 说以免她将来去祸害别的女孩 我一气之下提了离婚 在闺蜜的窜多下她同意了 当天她的闺蜜就跑来要给我爱的慰藉 我冷笑到我是近身出户 家产公司都给她了 男人都该死 她转头就投入到了前妻的怀抱 不久后前妻来电你能不能回来 公司快撑不下去了 我吃笑挂掉电话 对办公桌前的救人道 欢迎跳槽职位照旧工资加两千 老婆柳如烟对闺蜜李诗雅言听计从 她今天半夜回家脸色不假 我刚从诗雅那里回来 我眉头一皱又要来了 当初我瞎了眼才看上你 她双手抱在胸前歪着头愤愤不平 脑子进了水才嫁给了你 语调更高了 李诗雅是她的闺蜜 每次从她家里回来柳如烟都要后悔三连 对对对 你就是脑子里全是水的瞎子 我姿势定不会让着她 当初柳如烟还是公司小前台 打造成了田园女拳 拳拳到肉锤的我身心俱疲 一次两次我还没当什么 但时间一久我也就验了 干脆连话都懒得接 自顾自的忙着手中的游戏 她一下抓过我的手机 玩玩玩还真是朴信男中的极品 朴信男是什么 拥有朴实信仰的男人 你别说我还真是 我整了整高定西装衣脸 清了清嗓子自信的硬着那是当然 柳如烟扑斥一下被我都乐了 还真是个大聪明 我眉头微皱夸我聪明我很高兴 但前面加上一个大怎么怪怪的 后来从好友那才知道了 这两个词的含义 多包异多正能量的词呀 到底是哪个巨星叵测的 把它们变成了贬义词 特别是朴信男 还是带有男性歧视的贬义词 想出这些词的脑子里 怕是都是些尖尖骂 我公司现在的前台 是老婆闺蜜李世雅 她毕业一年有余先后被开了八词 累计上班时间还不到满院 柳如烟却硬是要把她强塞给我的 还美其名曰 这是叫亲友顶党制度 她怀孕了她的岗位 就得闺蜜记成 她当这是皇位呢 我知道她这是怕心前台 再爬了我的床 用闺蜜放心还能充当眼线 但她可能没有想过 现在有个词叫做 防火防盗皇闺蜜 她哪知道她这个宝贝闺蜜 也精通爬床呢 自上班以来 她这好闺蜜 可是一天比一天打扮的俏领 衣领越来越向下 裙摆越来越向上 爱我可真为如烟担忧 在一个周末的夜晚 柳如烟面前也是烧训风骚 可是我没想到 她竟然把李诗雅也拉了拐 在酒宴上一众合作伙伴 调侃如烟美艳大陆 羡慕我艳福不浅 左拥右抱事业家庭两手抓 如烟这傻婆娘 当了真挺了挺傲人的凶奴 那是当然 要不我家博达白手起家 奋斗到这么强大 最后还是求着娶了我 坐在旁边的李诗雅白眼一番 奋斗要用多大劲 在座的哪个 不是七早贪黑打拼出来的 她一个原本连捉都不配上的人 竟然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风凉话 实际上在李诗雅不停地挑动下 我和柳如烟的感情早已岌岌可畏了 季伯达你会不会家暴我 某天我刚回家 柳如烟兴兴致缺缺懵懒地歪在沙发上 没头没脑地甩过这么一举 刚跟甲方进行了一天的拉锯战身心俱疲 现在只想找个地方靠一靠放空一下大忙 回家后迎接我的却是如此的柳如烟 我也难免产生了一些情绪 家暴我可不会 说啥了做啥了怎么就冷暴力了 男人还真是特神秘 永远也猜不透你们脑袋瓜里想什么 柳如烟无辜地撇撇嘴 眼泪竟然已经在打转了 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就以为女人离了你们就不行 快快乐乐地做好自己不好吗 何苦每天整这么多的血 为难我又为难自己 刚想发飙视线扫到柳如烟那日渐明显的肚子 我又忍了下去 看书上说女人会有产后抑郁 我想柳如烟可能是有孕中抑郁了 我起身把她抱进了怀里留声地安慰着 小傻瓜别乱想我怎么忍心啊 她放声大哭可是诗哑说男人娶女人 就是为了娶一个生娃的机器 还就是想打女人的时候更方便一些 好吗我猜就又是因为她 纪伯达咱们生个女孩好不好 这样咱们的孩子就不会虐待女人了 她撒娇地在我胸口蹭了蹭 我没把她这句话当回事 却因此酿成了一场悲剧 第二天我继续跟甲方周旋 这时候电话进来了是如烟打来的 我跟甲方示意抱歉 匆忙地出去接了电话 一接通听筒那边就传来柳如烟的大哭声 纪伯达怎么办呀肚子里是个男孩 没事如烟男孩我也一样喜欢 你也一样伟大 乖老公这会儿有个重要的我 晚上回家带你去吃好吃的 我柔声地安抚着她 继续回到办公室开会 刚开到一半我心中突然咯噔一下 不好今天是李世雅陪她去产检的 在这女人的挑唆下 柳如烟这傻女人可别做傻事 我连忙终止了会议 将甲方安排给副总冲出了会议室 我一边向着地库飞奔一边给柳如烟打电话 却一直无人应答 随后她竟锁性关机 我连忙翻着手机 她一直用我的卡消费 我从消费短信里找到了医院信息 一刻不敢耽误驱车赶往了医院 一进大门我就冲到岛医台 柳如烟在哪里歇斯底里地问着 先生您不要着急 患者的隐私我们是需要保护的 如果您没有预约 还没等她说完 我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打断了她 然后大喊着柳如烟 在走廊里像无头苍蝇一般地乱转 突然我看到了在手术室门堵着我的李诗雅 我冲到她的面前 揪着她的衣领怒吼 柳如烟呢我的孩子呢 李诗雅没有说话 只是转头看向了手术室 恰在此时手术室门打开 柳如烟被推了出来 手术很成功记得回家好好照顾 毕竟小月子和月子是一样的 医生在嘱托 我脑袋里嗡嗡坐下 不可置信地看向床上的李诗雅向她求着 她煞白的脸上表情默然 不如早拿掉她 省个以后去祸害别的女孩 对啊你们男人都该死 李诗雅仿佛瞬间来了勇气 去你的都该死 我一巴掌重重地甩在她的脸上 愤怒中的男人是可怕的 我把院长的办公室砸了个七七八八 你这是一闹我要报警把你抓起来 院长金丝眼镜下的小眼睛低溜溜地转 我抓着她的脖领子把她提在半空中 啪啪两下扇的眼镜翻飞 一闹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是一闹 我指着她的鼻子 越看越气又补了两个巴掌 很快警察就来了我报的警 我早就知道他们医院豢养育娘的猫腻 今天惹到我头上索性就来个替天行道 豁出去在里面多待几天 我也要把些火发泄出来 我从里面出来 第一件事便是找柳如烟离婚 当初她怀了孩子才娶了她 而她为了一个可笑的理由就把她打了 我对她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凭什么你说离就离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还真像是在坐月子 你有了暗底除了我谁还要你 是谁给你的优越感 她这是舍不得我这优质饭票吧 吃着男人的饭骂着男人的街 这种女人真还有脸了 离让这个渣男后悔去 你值得拥有更好的 李世雅听说以后一个劲的窜多着 今天离婚明天咱就在奶狗怀里左拥右抱 姐妹你想想那得有多快了 柳如烟听后就喜笑颜开的 来跟我办离婚手续了 离婚可以你得净身出户 柳如烟不傻只是无耻到一定程度 虽然都是婚前的财产 这位小姐你是来离婚的不是来许愿的 离婚当天我就搬了出去 晚上刚收拾好家就响起了敲门声 这时有哥们听闻我逃离了火坑 赶着来到喜了 我拉开了门门外进视李世雅 一身闷绿色的连衣短裙 上部遮胸下部挡臀还露着半截腰 继歌都是柳如烟不懂的珍惜 不像我世雅最心疼哥哥了 李世雅一开口便是嗲味浓茶 是马早知道公司就不给柳如烟了 我故意调侃 渣男你怎么不去死 李世雅向我催了一口转头就走 这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 李世雅从我这里离开 便一头扎进了柳如烟的怀抱 他们用着我赚来的钱 过着潇洒的日子美男成群左拥右抱 仅三个月存款便被他们挥霍一空 他们兴冲冲的跑去公司取钱 却发现几乎人去楼空了 他们找遍了公司 才在财务室找到了正在收拾东西的财务总监 太好了我们就是在找你了 快给我的卡上打一百万 柳如烟遇到了财神又在许愿 财务总监一翻白眼 得了把柳总在您的领导下 公司成功的破产了 账户早被查封还道歉几千万 柳如烟满脸的错愕 恰在这时行政总监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报来厚厚的遗落卷宗 柳总这是公司收到的船票 您准时记得去法院出庭 还没等柳如烟回过位 人事总监又推来一小车文件 柳总这是全体员工的仲裁通知 您也记得准时参加 我接起电话听筒那边 柳如烟离花带雨已泣不成声 既博打咱们公司倒闭了 你快回来啊 柳总请注意措辞是你的公司 我挂断电话看着眼前熟悉的故人 明天就来上班岗位照旧工资涨两千 我已经开了新的公司 现在的业务也已渐渐步入正轨 反观柳如烟若大一个公司 已经被他做得千疮百孔 在资本的摧残下摇摇欲坠 然而资本的反噬才刚刚开始 柳如烟你还没到真正要哭的时候 其实整个公司的运转已经十分成熟 我离开后或许难以再开拓新的业务 但只是存量业务也足以他们支撑几年 更何况在离开之前 我还特地对股东和主要领导层进行了抚慰 劝导他们留在公司 继续好好地干下去 如果不是李诗亚双全地下折腾 根本不可能在我离开一个季度后 就走到破产的境地 新官上任三把火 咱们要烧得旺旺的 李诗亚怂恿柳如烟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让我们齐心协力隔除就必拥抱新年 李诗亚在柳如烟任职大会上 替新董事长做了任职演讲 听得席下员工激动不已 都以为新年要给他们带来新的奇迹 新奇迹将带着他们创造新奇迹呢 至少也得收入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吧 毕竟我在的时候每次改革 都会给公司带来跨越式的发展 在热切的期盼中 新年革命第一把火烧起来了 开源节流 开源是比较难的 咱们做事业要从一到难 所以咱们先开展节流运动 在第二次全员大会上 李诗亚大言不惭地宣读着他的 办公财务新政 首先完善支出流程 所有的财务出款必须经由他们签字 哪怕是去买一支笔也得走流程 其次解聘保洁保安前台 卫生自理工区轮排 保安由男性员工轮岗前台 由女性员工轮岗 第三打印纸作为办公最大的耗材 定量每人每天仅可打印十张 超过部分黑白收取一块一张 彩色收取三块一张的材料费 其他的还有例如取消水吧 取消厕所用值取消公用微波炉等等 除此之外还隆重地推出了乐捐制度 迟到早退乐捐摸鱼乐捐 甚至喝水上厕所都乐捐 不遵守规则就该受罚 不然对那些兢兢业业的员工来说 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他或许不曾理解 赏罚分明里面还有一个赏字 有位员工因为拉肚子 被李诗亚强领乐捐了三百块钱 气得大骂着叫来了劳动监察 李诗亚和柳如烟弄完这些制度 顿时觉得高准无忧 于是当起了甩手掌柜享受人生去了 这下公司可热闹了 因为找不到他们签子 所有的运营费用都无法支出 公司的日子很快就过成了叙利亚难民营 财务总监不得已给他们打电话 那会儿他们正在马尔代夫和小奶狗们打了火 哪有功夫搭理公司管理这种小事 便不耐烦地挂掉了 财务总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真的有事 可是左等右等就不见他回电话 实在等不及便又拨了过去 接通后还没说上一句话 就被他们骂了个狗血领头 为了不再被扫兴 他们干脆把手机扔进了大海里 没有他们的允许资金躺在账上不能使用 物业欠费被封了电梯这还好吧 可以让员工和来访的客户 坐到上一层再走回来 水电欠费被停了水电 这下公司彻底停摆了 公司中高层纷纷给我打电话抱怨 我只能笑一笑安慰道 不行你们再来找我 个供应商因为迟迟收不到款项 催促无果后纷纷发起了起诉 失去了我的加持 假方便也不再给面子 变得更加直接了当 公司违约直接撤销合作 同时提起了仲裁 要求按合同约定给予足额赔付 不到一个月传票 就像是雪片一样不停地飞来 在柳如烟的办公室里堆积如山了 他却依然和李世雅一起 在肌肉奶狗怀里乐不思蜀了 他们烧的第二把火便是人事调整 新时代的女性都已经睁眼看世界了 男人还妄想躺在男尊女卑的旧世界里坐享七成 当今世界的进步全靠女性推动 男人只会扯后腿 李世雅扛着大气叫嚷 女员工占比要到七成才是黄金比例 男人在事业上只配为女人垫脚铺路 他们勒令各部门在半个月内 将男女占比稳定在七十三 连装卸港也不例外 每期明月要让公司展现女性力量 力量展现没展现不知道 反正装卸部现在多了一群被累到骂娘人 当然上述的操作 只能算是李世雅管理公司的开胃小菜 女同事是娇难的花朵 男员工想要干好工作 必须先学会怜香惜玉 李世雅把自己包装成成功的职场女高管 每天都实践着她田园女权派的一响天开 用你们的惊喜 唤醒主力娘子君们美好的一天 她要求男员工每天至少要为两名女同事打扫工位 并每天准备两份礼物 在女员工来之前放在工位上 男人就得懂得付出要学会体贴女性同胞 你们男员工每周请两名女员工 吃三次午饭不过分吧 每天一杯奶茶也定是少不了的 下午茶也该是男生承包 针对男员工的政策 从李世雅那个小脑袋里不停地飞出来 男员工怨声再到集体去她的办公室里问 她不屑地御手一挥 能干就干不干就滚 男员工们等的就是这一句话 纷纷回工位收拾起了东西 这可把一旁的女员工们都偿换了 这种好事怎么没落到我们头上呢 柳如妍和李世雅这番女权至上的折腾 不仅让男同事备受压榨 女同事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新聘的人事总监 连夜赶出了集体辞退赔付方案 交到李世雅手上 她只看了一眼 就又结结实实地甩回在了人事总监的脸上 男人就是最廉价的牛马 辞退他们还要赔钱 动动脑子好不好 这下女员工们更羡慕了 李世雅啥时候也这么给他们送钱呀 从柳如烟公司流失的甲方 听闻我开了新的公司后 便纷纷寻来把订单都给了我 随着订单和合同不断增多 我一下人手紧张了起来 不过好在柳如烟和李世雅 已经完美地替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从他们公司出逃的员工 也纷纷投入我的麾下 这可全是原来公司的骨干员工 都是宝藏型选手 极插极用 新公司不到一个月 便红红火火地不成个样子 最让我意外的是 李世雅竟然也来我新公司应聘了 纪哥之前都是柳如烟的主意 作为他的下属 我也是没办法的呀 他嘟着个嘴麦蒙撒娇 这傻白甜的模样 哪有他打拳时的气势了 纪哥你就看在之前的面子上留下我吧 人家饭都吃不上了 之前的面子 这位大姐你之前有面子的吗 要是真看在之前的事上 我现在把她掐死都不解气 不过我现在没有心思跟她翻旧账 因为柳如烟的电话打进来了 是不是你搞得鬼撬了我的客户 还挖了我的人 柳如烟歇斯底里的大吼 我都能挠不到她跳脚的情景 我笑而不予刮断了电话机 而对着李世雅说 明天就来上班职务照旧工资也涨两千 谢谢纪哥李世雅甜甜的哈了哈腰 转过身的瞬间狠狠地咬了咬牙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轻蔑地笑了笑 跟我耍这种把戏你们两个还太嫩了点 继李世雅来公司应聘之后 柳如烟也撑不住了 连大专文评都是捏造的她 又怎么能对一个大厦江青的公司力挽狂澜 她不好意思来我的办公室 把我约到了我们初次约会的咖啡馆 不得不说她是懂男人的 知道男人对初见最是怀念 与李世雅的撒娇不同 她跟我打起了感情牌 上来先让我欣赏了一场梨花带雨 又跟我唱了一出诉苦三连 错不该亲信了李世雅 我现在知道后悔了还是你最好 我真不适合经营我把公司再转给你吧 最后是一响天开的幻想 她怎么想得这么美呢 这公司现在这副鬼模样 不仅面临着巨额的债务与赔付 法人也随时都有进去的威胁 当初费尽心机抢到手 现在烫手了就想着再甩溜我 这位新时代的女性就是这么看世界的吗 你先睁眼看看我像是个傻子吗 纪伯达他们打电话恐吓我 大半夜轮流去拍我家的门 车子都被他们泼了红牛漆 我好害怕我受不了了 你说该怎么办我都听你的 他见我没说话就想要来握我的手 我连忙抽开手 这辈子可不想再碰到他了 这一切不都是他的咎由自取吗 爱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毕竟有过夫妻之时 看到最近他吃尽了苦头 也稍稍地消解了几分我心中的怨恨 都说一日付七百元 他怎么也还是为我怀过孩子的女人 于是我打电话让供应商和甲方 要求他们撤销对柳如烟的起诉 鉴于我与他们恢复了正常合作 弥补了柳如烟带给他们的损失 为了卖我一个面子也就都陆续撤锁 至于员工的赔偿柳如烟是逃不过去的 但只要他把我留给他的房产车辆卖了 也差不多能付清 这下他可又跌入谷底了 我带着他领略了天上的风景 他又怎么会甘愿过堕入凡尘的生活呢 我替他平息了最大的危机 他竟然认为他是理所应当 甚至恩将仇报 对我展开了疯狂的抱负 作为田园女权的柳如烟和李世雅 怎么会轻易地放过我呢 他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苦难 都是因为我造成的 不就留了一个孩子吗 我至于小题大作与他离婚吗 摆脱了公司债务纠缠后 柳如烟处心积虑地 爬上了一个多金帅气的优质帅哥的床 多金的帅哥亲自为他引入资金寻找能路 让本已经死透的公司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柳如烟像是焕发了第二春 实现了爱情事业双丰收 这下柳如烟是彻底挺直了腰杆 多次晚的多金帅哥的手 在我必去的地方招摇过时 像是在向我炫耀着他找到了比我更好的 这个多金帅哥也确实有几分实力 在他的运作下 柳如烟多次从我手中抢走本已是在必得的项目 甚至还成功地迫使部分供应商和甲方 主动于我解约 转而与他建立合作 这得是有多大的背景才能完成这些壮举 我数着他们送过来的违约金 感叹着年约挣个钱是真容易 柳如烟被包装成了成功女企业家 年底的时候被破格应邀参加了行业峰会 在峰会上他晃着红酒杯来到我的面前 抱歉那纪伯达他们硬要跟我合作呢 一双大圈耳环在耳朵上摆来摆去 我清理一口红酒笑笑没有大话 恰在此事无曲响起 我牵起身边女孩的手走向了中间的五十 她是我的白月光门当户对两情相悦 一直在国外留学 要不是在她即将要回国的前夕 柳如烟爬了我的床又怀了我的主 我可能早就向她求婚了 而现在我们的婚期已经日静了 柳如烟闲恶地冲着我们背影吐了口口水 眼神就像要刀人一般 她还是浅薄 做不到真正的女强人那般的云淡风轻 柳如烟不停地抢着我的业务 甚至有些商务标她的单价就比我的低几毛钱 这种标一多傻子都能看出来 是我公司内部出了内鬼 我们公司的发展因此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资金链首次出现了危机 甚至在业界已经开始盛传 我即将面临破产 男人果然也就是样子活 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都得拜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 当我听到柳如烟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知道时机马上就要到了 在商界是最适用黑暗丛林法则的地方 柳如烟这种好吃 而又脆弱的小肥羊是活不长久的 她抢我的单子 抢我的客户等等一系列的小动作 我其实是早就知道的 李诗亚多次鬼鬼祟祟地前进我的办公室 我从监控里看得一清二楚 我从见到她的第一天 就已经知道了她应要进我新公司的目的 在办公室各个角落 装了很多个隐藏监控器 在商场见惯了尔虞我诈 偶尔与他们这种弱机对对线 也挺讨野情操的 不过就是稍显乏味 因为这次结束又太快 我根本就还玩不进行 这次李诗亚是从我办公室偷出来的 是关乎我公司生死的一场竞标 他们这是没给我留任何的一点活路呀 同时也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路 他们可能连金额较大 重大与十分重大 有什么不同都分不清楚 在李诗亚被带上引手镯 我亲自送他上警车的时候 他还没回过未来 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们这是侵犯我的个人权益 他一脸懵蛋还是挺起了全师的几个 要与警察理论理论 事实清楚人赃据获有什么话去跟法院 检察院的人他推上了警车 李诗亚还真是条汉子 不愧能担当的起田园女权的称号 他对自己的罪行公认不会就是拒不认错 我没有错我不就是去拿了几份合同吗 他又没上锁怎么算是偷呢 诗亚他去偷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想这么重要的文件 我为什么没有锁起来呢 在你们男权的社会 我们女人还不是被你们压榨的奴隶 哪有人权可言 警察问他想要什么样的人权 人生而平等凭什么你们自由自在 而我们女人就要被束缚在这里 他笔划着被锁起来的审讯 警察也是无语了 但为了案情进展 还是出去换了几个女警官来审 姐妹们你们怎么能为虎作娼呢 咱们要团结起来啊 打破这个男权当道的世界啊 李诗亚一看到女警官更是气急了 连忙开启破模式 不多久柳如烟就跑来找我心事问罪 记不打你个下头男 咱俩的恩怨为啥要连累我的姐妹 我一头黑线还要点脸 他们的行为还算是私人恩怨 我还没腾出手来收拾他们 他倒是自己找来了 他不想想为他卖命的李诗亚都被抓了 他又能逃得过去吗 晚上新闻便刷爆了网络 柳如烟被带走的时候大喊冤枉 都是多金哥让我这么做的 多金帅哥站在我身边抱着双手看戏 可别乱说我就是一个看客而已 我可什么都没参与啊 柳如烟仔细地回忆 果然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多金哥只是口头给他提供了信息出了主意 他根本没有指向多金哥的证据 浅薄的柳如烟和李诗亚想着踩着男人一步登天 却被男人拉进了深渊 男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都该死 柳如烟临上车的时候 向着围观的人群大喊 吃瓜群众用关怀傻子一般的眼神注视着他 李诗亚和柳如烟被捕的消息 很快就在这小城里传开了 现在最着急不是他们的亲友团 而是当初弃我而去的供应商合作商和甲方们 现在他们的工程进行了一半 供应商合作方电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对于甲方来说就更惨了 工期容不得耽搁 耽搁得久了也就没有了利润 他们纷纷回来求我接手 我一律坚定地摆摆手 工期太紧任务太重 前期工程质量太差 反正就是一堆不接手的理由 当初你们以为棒上了大腿 招呼不打一声说就走的 现在出问题了要回来便想着来找我接盘 我怎么就这么像是接盘侠吗 在这件事上柳如烟也侧面帮了我一个大忙 为我提供了筛选优质客户与供应商的机会 毕竟商务合作幸运才是第一位的 但我也不会和钱过不去 如果他们实在是求得紧了 只要他们愿意把利润让给我90% 我也是考虑接手的 这下这些公司也忠于尝到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滋味 柳如烟与李世雅两姐妹分别因泄露公司机密 行贿和不正当竞争双双入狱 柳如烟的公司作为赔偿被判给了我 属于我的始终还是属于我的 柳如烟费尽心机最终还是回到了我的手中 兼并后公司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一路高速发展很快便做到了行业低 后来我听说李世雅与柳如烟 因表现突出获得了假式机会 不过我不再关心这些了 因为我和白月光的婚礼也被提上了一场 公司的事务和婚礼的筹备忙得我不可开交 而且我认为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我与他们以后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了 却没想到在我的订婚宴上 两人联手给我拉了一坨大的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知道的消息 订婚仪式刚举行到一半 柳如烟顶着婚纱在李世雅的陪伴下闯了进来 瞬间将目光从我们身上吸引过去 纪伯达你真是人渣 明明已经结婚了又在这里订婚 你是要三七四妾吗 李世雅插着腰横眉怒怒 柳如烟梨花带雨哭得稀里哗啦 我瞬间识化了这两个女人是要差满一处 我现任妻子我家都知道我曾经的婚事 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也了解到了柳如烟是什么样的人 但现场很多远方的亲友对他们不熟悉 对我们的事也更是不了解 便纷纷像我投来了一样的目光 难怪让我们去留了孩子 是为将来的杂种让位吧 李世雅剑达到了初步目的 为了继续计划矛盾竟然开始满嘴无言 我冲得他大吼 针对我我可以忍 但他对我家人造谣我怎么能忍得了 他被我的气势吓到了眼神往回缩了缩 但立刻就找到了新的目标 拎起身边的板凳往地上砸去 砸把所有的都砸碎 看他们还怎么定清 柳如烟也立刻加入到打杂的行列 身边的同事和亲友想要上前劝阻 全都被我拦了下来 杂油着他们杂 我默默地掏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 他俩被警察以寻衅姿势重新带了回去 贾氏七再次犯事 不仅取消了贾氏七还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他们当场被警官带走 就已经说明了大部分问题 再由我的好友进行了全部事件的还原 便将亲友好友心中的误会消除了 我们让酒店更换了新的大厅 顺利地将订婚宴举行完